今天我们打到现场是在这里 到时候我们接好拖以后 就会往目的地 砸坡那个方向拖过去 这条航线的长度 大约是36海里 则算成公里 就是66公里 那我们可以看出这在图上是一个 往西偏北的方向是吗 对的对的 那就是在我们现在位置看过去 往西偏北的方向 这边往西拖 那目前德峰号的情况是 是这样子的 那随后我们又会派记者登上德峰号 不间断的发回南海一号回家的最新的动态 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倩 广东台的记者王倩 为我们带回了最新的报道 现在让大家视线进入到我们演播室的 这个演播台上 看到放着三个箱子 接下来就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时刻了 我应该说我现在心情是非常紧张的 而且我跟两位专家说 现在比我心情还紧张的一定是我的父母 因为我从小就爱咋碗 现在这个碗千万不能砸 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千万拿碗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一个碗 李院长就您初步来看的话 这个碗应该是生活当中用的是吧 对就是常用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底部 如果看不清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上面只有一个我们文物工作者做的一个编号 也就是说它没有其他的字 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民谣的东西 对 而就是在宋代就是平时用的 这个景德镇的 家庭用的 家庭用 吃饭用的 电视频观众朋友看的不清楚 我看的最清楚了 现在看的这个状态呢 是光洁如新的 新的一样 对 一一闪光 对 这上面呢会有一点小小的 这些应该就是海水啊 什么的这些蚕食 对 它已经做过清洁处理了 都是它还会有些痕迹的 李院长 把您面前的宝贝在这儿 我们展示一下 这个盘子 对 哇 这个花纹非常的漂亮 这是印花的 而且我看起来好像这个盘子特别的薄 对 非常轻 非常轻 哪的窑口啊 这个是 这里的都是那个有景德镇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有龙泉的 景德镇龙泉的 对 哎呦 这个简直太新了 完全是新的一样啊 就像现在制作的一样 你看 怎么会在海水之下 它会保存的这么好呢 李院长 它就是刚才张伟也讲到这一点 估计它是在淤泥之下 完全和外界隔绝了 氧气隔绝了 而且它的呃 在重压之下 它的环境非相对的非常 那么 是